Audio Jungle 大家好 欢迎来到威亚漫画频道 喜欢本频道的视频 请点赞收藏 现在故事开始 我妈没儿子 20岁的时候 妈妈突然宣布她怀孕了 医生告诉我 这个家里唯一的大学生 让我劝劝父母 好好解释清楚超熊儿的危害 不要留下这个孩子 我心疼母亲照办了 却被父亲一巴掌打拢了耳朵 母亲捂着肚子说 你活该 你太自私 爸爸妈妈生孩子 什么时候需要过问你的意见 读书读傻了 什么超熊儿不超熊儿 医院都是骗钱的 你信他 你就是巴不得你把这个儿子打掉 好让我们老赵家断子绝孙 多年后 我的超熊儿弟弟暴力 变态 折磨得父母绝望 父亲找了个偏方 联合母亲一起把聋哑的我分尸 煮了我的脑花 给他们儿子补身体 他们相信弟弟吃了我之后 就会变回正常人了 毕竟我末被打龙前 是村里唯一的大学生 重生后 我再次在大学 接到了妈妈怀孕的电话 我微微一笑 好事啊 妈妈一定要平安生下她哦 我在大学课堂上 接到母亲的电话 转递 妈怀孕了 医院走廊 蒋素娥骄傲地捧着肚子 手里拿着花钱检测出来的 必超报告 她神神秘秘捂着手机 兴奋地对我说 是个儿子 你有弟弟了 我满意一笑说 恭喜妈妈 医生要过电话对我说 家属是吧 你妈这里有些治疗费用 和检测专案 我需要和你谈一下 看向蒋素娥 病人先去做检查 蒋素娥连声点头 唉 唉 我什么检查都做 她有钱 我女儿是大学生 她在学校干 兼职一小时 就八块钱呢 她可有钱了 什么检查都做得起 医生目录怜悯 迟疑地对我说 有些事 我需要跟家属商量一下 你妈妈肚子里的这胎 是超熊儿 鉴于你们的家庭情况 和经济情况 我希望你能和你父母 再商量一下 好好考虑考虑 要不要这个宝宝 毕竟养育一个超熊儿 非常辛苦 嗯 你的父母很难交流 连一主都听不明白 我也是没办法 才联系的你 这件事对大学生来说的 却太过沉重了 但是我还是希望 你和你的家庭 好好商量商量 站在医生的角度来说 这个孩子是不见一流的 我知道 大夫是好心 他有一个医者的人词 毕竟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这个超熊儿 留下对我的家庭 我自己还未展开的人生 都是致命的打击 女大夫 见过很多超熊儿 很多经济实力 雄厚的家庭 都被这个孩子 拖累得家破人亡 妻离子散 她不认为 我贫穷的家庭 能承担起 她也不愿意 刚刚才20岁的我 就要负担起 抚养一个超熊儿的命运 前世 我被打拢耳朵后 一直耳鸣头疼 走路摔跤 我攒了很久的钱 才去了医院 女大夫从同时那里 听说了这件事 哭着赶来 她给我捐了很多钱 还帮我联系了基金会 她一直很懊悔地 说对不起我 早知道 她就不让我劝的父母了 到我死 女大夫都是后悔的 前世 我一直没有机会 给她说一声谢谢 隔着电话 我轻声说 谢谢你大夫 这件事 我听我爸妈的 老赵家就这磨一个后 要不要留 和我一个女孩 有什么关系 当然是我爸妈说了算 大夫还有什么不明白 她心疼极了 对我说 妹妹 我会给你妈 少开一点检查的 希望你将来越来越好 我肯定会越来越好 这一次 我一定要亲眼看看 这个暴力的超熊十人魔 怎么把老赵家带上人生巅峰 光宗耀祖 母亲做检查出来后 打电话给我要钱 你弟弟检查结果出来了 他好的很 医生都说 不用做纳膜多检查 我想生就生 我笑着说 好事啊 妈妈一定要平安生下他哦 母亲见我一直不正面接话 有些恼火 说 你先前不是给我说 你在大学食堂兼职 每天给你管你一顿吗 你少吃点 分成三餐吃 把剩下的钱打回家来 你弟弟安胎 要花不少钱呢 以后家里就多张嘴了 用钱的地方多着呢 你懂点事 不要整天在外面享受 多照顾点家里 对此我早有准备 哭着说 学校不给我发钱 学校说使唤学生干点活 管饭就够了 以后都不给发钱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妈 你给我点生活费吧 蒋素额勃然大怒 劈头盖脸的骂 你就会花钱 你说 你上这个大学 有什么用 别人上大学 都是几千万 几百万的 往家里赚 就你废物 一毛钱拿不出来 还天天给家里要钱 我怕蒋素额 不再让我念书了 及时掐住他的话头说 那我不是大学 还末毕业吗 毕业生 才能赚这磨多钱 我还有两年就毕业了 蒋素额舍不得 即将到手的几千万 只能改口说 那你先上学吧 生活费你自己想办法 等你弟弟生下了 家里以后 就多个人给你撑腰了 你饿两顿没事 你弟弟要是流产了 以后谁给你撑腰 我说 妈妈你一定要照顾好弟弟 千万不能流产啊 弟弟出生那天 父亲和母亲扬眉吐气 夫妻两个大摆宴席 向整个村里的人炫耀老赵家有后了 我是村里唯一的大学生 十里八乡的亲戚们都来了 本想着我能辅导辅导他们的孩子 谁知道我却没回来 七大爷抽着汗烟袋问 建军 转地怎么没回来了 赵建军不耐烦地说 说是在打暑假工呢 工厂不给请假 村里父女围着白白胖胖的婴儿 看来看去 蒋素娥把这个儿子喂养得极大 生产时受了不少罪 别摸 别摸 你的手多脏 把我儿的脸都摸脏了 父女们不满他的高傲 纷纷找茬 谁稀罕啊 你看你娃的脸都是歪的 就是 那口水跟水帘洞的 知道的是刚出生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水帘洞呢 当天夜里 爸爸打电话给我 转地 你弟弟好像有点问题 他嘴有点歪 用奶瓶喂奶 他一直吐 非得让你妈把这奶喂 咬得你妈乳头上都是血 医院说 你弟弟智力好像有点问题 人太小了 看不出来 让往大医院转呢 大山里的女孩 从小被教导 要扶持弟弟哥哥 前世我也不例外 没有人能被世俗塑造好三观后 有勇气改变 前世一听说弟弟出事 还把妈妈咬出了血 我非常心疼 我经济拮据 无能为力 着急之下 听同学说 手机能借贷款 我借了一大笔高利贷 打给爸爸妈妈 对爸爸千丁万主 一定要带妈妈去大医院 A市的妇幼保健院 是省里都有名的 我怀疑弟弟的反常 跟超雄有关 谁知道爸爸收了钱之后 却没有带妈妈和弟弟去医院 只是去割了肉 去小诊所买了一点青梅素 对我说 爸仔细想了想 大医院都是骗人的 要我说你弟弟就是缺营养 好好补补就行了 连我心疼的妈妈也说 转递呀 你放心吧 妈没事 你弟弟可能就是出芽枣 多喂喂就好了 又可怜又无知 我当时浑身血液都冻住了 麻木地想要回自己带出来的钱 父亲却死活不给 任凭我怎么解释我借是高利贷 他说 关我什么事 谁家女孩子 给家里寄回来的钱还往回要的 莫良心的东西 就惦记你那三瓜两枣 连你妈和你弟都不管了 要不是你妈要给你将来生个依靠 留个半 能受这魔大罪 上一世 我自从开始背负上高昂的网贷 艰难打工 这一世 我画着重点背着考题 敷衍地说 爸 你就放心吧 医院都是骗人的 弟弟可能就是出牙早 爸爸在电话那头骂骂咧咧 大学生就是自私 女娃子把钱赚得死死的 将来还靠不靠你弟弟了 我巴不得离这个家越来越远 我带着哭腔说 爸 你和妈已经好久 没给我发生活费了 学校食堂兼职也不要我 我最近好饿 爸爸立即掐断了电话 啊 家里的是家理想办法 你的是你自己想办法 啊 先挂了呀 蒋素额看向丈夫 转递打了多少钱 赵建军吸着烟狠狠采灭 说 死丫头 跟我哭穷呢 装模作样的 自己发达了 就不管家里了 蒋素额发愁地望着怀里的孩子 弟弟咬不住奶嘴 他为的奶里 最近一半都是人血 实在疼得受不了 那孩子怎么办呢 谁家婆娘不奶娃 就你矫情 他不用奶瓶 你就自己喂呗 赵建军甩手掌柜的 走 咱们回家养着 别被医院骗钱了 乡村诊所大夫好心提醒他 孩子面不特殊 趁现在还小 及时去矫正 免得将来影响孩子一辈子 我儿子好着呢 不就是吃奶有净了些 多大点事 大惊小怪 赵建军大手一挥 把妻儿带回了家 赵建军又不奶孩子 自然不在乎哺乳的痛 母乳喂养还省下了奶粉钱 赵建军越来越不在乎蒋素额喊疼了 还总骂他 谁家婆娘喂个 奶像你一样矫情 孩子摇两口怎么了 你生是他亲妈 蒋素额含泪哺乳 一口奶一口血的 生生把这个小祖宗喂过一岁 他的两个乳头 已经烂得开花了 血淋淋的裂口 衣服一磨就痛 然而 折磨才刚刚开始 赵祖盼到了三岁孩 不会走路 三番六爬一样都不行 蒋素额担心地告诉丈夫 赵建军却说 看什么看 我瞧着我们儿子 聪明得很 别人家小孩现了生人都害怕 他一巴掌呼过去 都乐呵呵的 多胆大 不聪明 哪里不聪明了 有人说他坏话 他记得清清楚楚 偷偷往水缸里吐唾沫 鬼精鬼精的 蒋素额委婉地提醒丈夫 儿子到现在还不会说话 要不要到大医院看看 赵建军却说 有钱人 聪明的孩子 从小说话都晚 天才都这样 赵祖盼一天天长大 等赵祖盼上小学的时候 还说不清完整的句子 家里着急了 赵祖盼没有上过完整的幼稚园 他从进小幼班第一天起 就让老师头疼 说不清话 脾气又大 经常搞破坏 一句话不高兴 就打在小朋友脸上 扣着小朋友的眼珠不放开 吓得老师花容失色 院长第二天就把赵祖盼打包送回了家 说什么都不要他 赵建却缺绝的 男孩嘛 顽皮点很正常 是别人家的孩子养得太娇气了 赵祖盼确实长得很高大 比幼稚园大多孩子要高一个半头 他长得又不是很高考 微厚的嘴唇轻翻 阔面算鼻 小朋友们都笑话他 躲着他 蒋素额听了很气愤 男孩嘛 长得高就够了 一高遮白丑 好看不好看 有什么关系 你们笑话我儿子丑八怪 我还笑话你们孩子小矮敦呢 赵建军给儿子换过三个幼稚园之后 实在是烧不起钱了 大学毕业的我仿佛失联了 几乎不联系家里 夫妻两意商量 不行 哪有姐姐不管弟弟的 去城里找女儿 我收到了法庭的传唤书 父母把我起诉了 他们在学校找不到我 班倒被缠得发疯 莫办法只能交代我考研到A校了 之后的去向他也不知道 他们找到A校 却得知我已经毕业 然而这时候 赵祖判已经不满父母的大饼 他等不到找到姐姐 就给你买好吃的 找到姐姐 就给你买这个玩具 赵祖判拿起砖头 砸穿了橱窗 全定制的玻璃 需要赔三万 掉在烤鸭上的碎玻璃渣 卖不出去的食物等 也需要赔两千 赵建军建情况 不对就跑了 留下孤儿寡妇 蒋素娥抱着儿子 坐在地上哭耍无赖 烤鸭店店主不耐烦 直接报了警 蒋素娥和赵祖判被网红拍下 发送到互联网上 不少人给予同情 但更多的人敏锐地 嗅到了伏地魔的气息 帮着素威蒙面的我说话 就在这时 蒋素娥和赵建军 被不知道哪个无良律师建议 说可以起诉我 这样就能比逼我露面 按照法律 父母丧失劳动能力 我对弟妹应当尽抚养义务 我收到法院传票 不得已出庭 和父母再见面 他们大变样 口口声声法律 张口闭口责任 我突然感到可悲 前世赵祖判成年了 越来越暴力 父母眼看按不住他 我的耳朵又被打聋了 聋得久了半呀 照顾自己都吃力 眼看着他们养老保障 靠不住 赵建军从外面讨来一个偏方 说吃什么补什么 神婆子说了 儿子脑子不好 是因为好脑子 神给转地了 把转地的脑花炖了 给他补补身体就好了 我告诉父亲这是犯法的 聋哑的声音 含糊不清地念了十多遍 蒋素娥说 你都是我生的 犯什么法 你的命都是我给的 我想要怎么样 就怎么样 你以前不是说 你不想活了吗 正好 你把你的脑子给你弟弟 这样 他以后就会变回正常人了 我拼命挣扎 求生 赵建军 我的父亲说 行了 你比年猪都难按 万物不会以愚昧作为转移 蒋素娥一口一口 为赵祖判吃了我的脑花 他也没有因此而痊愈 反而隐隐有了越来越疯癫的架势 他非脑花不吃 蒋素娥用猪脑代替 都不行 蒋素娥害怕 开始炖我其他的肉块给他吃 赵祖判勉强满意 但很快我也有吃完的时候 赵祖判吃无可吃的时候 他开始把主意打到了赵建军身上 赵祖判最讨厌这个父亲 在他眼里 蒋素娥好歹还伺候他吃喝 赵建军除了每天骂他 默给他长脸 什么都不做 赵祖判尝了人肉的滋味 心痒得很 终于在那个新年炮生的夜晚 赵家杀了第二个年猪 蒋素娥丧夫后 非常害怕这个儿子 赵祖判让他往东 他绝不敢潮汐 战战兢兢地伺候着 可在赵建军吃完那天 赵祖判的眼神 还是落在了母亲身上 赵祖判甜甜嘴唇说 妈 你最好了 都说母亲愿意为孩子掏心掏肺的 我站在法庭门口 看着唾沫星子横飞的蒋素娥 又看看慷慨基辞的赵建军 赵祖判还年幼 刚上小学的年纪 什么也不能干 我笑了笑 对法庭表示 我现在参加了西部建设的三支一幅 每个月只有1200块钱补助 算上餐补每个月也只有1600 实在对父母和弟弟闯出的大货无能为力 我年轻 也莫攒下什么钱 除了月光的 偶尔有点小钱都捐款了 我手上攒了一大票捐款 聋哑人手术机构和窝英工程的捐款单 我名下确实没有一毛钱 除了这个月刚到账的工资 我身无分文 这个月刚到账的工资 还要还信用卡 法官一将 说 报效祖国和报效家庭是一样的 年轻人有牺牲小我的意识是好事 法庭开劝说父母 让父母多多理解我报效祖国的辛苦 他不是不管家里 为大家就要舍小家 你们应该替你们女儿感到光荣 照见军生孩子早 今年才47岁 你这个年纪正值壮年 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 家里能承担的 就不要拖累子女了 你女儿正在建设祖国 你做父母的 怎么能拖孩子的后腿 因我无能为力 无力负担赵祖判的赔偿 法院在烤鸭店的连续申诉下 决定追责赵建军和蒋素娥两个监护人 赵建军没办法 只能拿出棺材本替赵祖判交了赔偿 赵建军破了财 一肚子斜火 踢了赵祖判一脚说 你个混账归孙 就会给我惹事 而我在法律意义上 确实有抚养弟妹的义务 法庭判决我每个月至少给赵祖判抚养费 二十万零六百元 鉴于我的工资水准不得低于二百元 父亲对我破口大骂 二百块钱都干什么 打发要犯的呢 唯有我看着墙脚音质盯着父亲的赵祖判 谁也没注意的时候 我退了一步 赵祖判扑过来 咬住赵建军的一根手指头 泄恨般地留下齿印 他踢着赵建军 你踢我 你踢我 赵建军是到医院 才被儿童医生用铁筷子 撬开赵祖判的嘴 就出赵建军摇摇欲坠的手指 赵建军被推去抢救时 我则因为接到了下乡任务 被一个电话叫走 医生诊断出赵祖判智力偏低 有严重的暴力犯罪倾向 根据的他的面相 医生怀疑是超熊儿 询问母亲没有做过孕解 蒋素额骄傲的挺胸说 我所有检查都做了 医生联系到当初为蒋素额做运检的妇科 询问当初那个大夫 有没有提醒家属这是个超熊儿 大夫不记得这件事了 翻档案看见蒋素额的家属兰多 备注了一行赵转递 铅笔阔壶标注大学生贫困 大夫一下子想起来了 有时候一个名字能让人很憎恨 但同时一个名字能无言地引起人同情 大夫冷漠地说 说了医院里所有检测出来超熊儿的孩子 都会劝说家属打掉 诺 这里有同意书 产树病症后 家属拒绝银产 他姐姐叫赵转递 这一看就是他们老赵家的命根 不知道吃什么偏方生下来的蒸棍 关我们医院什么事 医院只能起劝说告知的作用 还能逼着产妇银产吗 你们医院敢吗 医生挂掉电话 无奈地暗示蒋素额 你当时怀孕的时候 孕检医院有没有告诉你这是个超熊儿 如果他们没有起到告知义务 你可以要 赔偿 蒋素额熊啾啾气昂昂地说 放狗屁 石魔超熊儿不超熊儿 医院都是骗人的 我儿子长得高高大大 就是脾气坏了点 怎么就超熊儿了 医生闭嘴开单子 左转半出院手续吧 赵建军断了小指 勉强接了上去 网红拍摄的蒋素额 抱着儿子做地哭的视频 引起了一波同情 赵建军出事的水滴筹挂上去后 引起很多好心人给蒋素额捐款 越来越多的网红过来蹭热度 每个人来采访蒋素额的时候 都给他一大笔钱 蒋素额渐渐飘了 说话越来越口无遮拦 随着赵建军也加入直播的诉说 很多网友开始拼凑出我的形象 我在网上甚至多出了许多冒牌号 某视频官方给了我一大笔钱入住 我接受了 我在A视频注册第一天 行销号就同步曝光了我后台的名字 今生晴天改命版 真名居然叫赵转帝 天哪 我哭死 好可怜的女孩子 好励志的女孩子 从出生起 她就被负起转帝的命运 她一个人从深山里走出来 没有人给她撑伞 全网都在责怪她自私 可是谁心疼她也是个需要人疼 需要人爱的小姑娘啊 吐了 弟弟一出生家里就断了她的生活费 连学费借的事都是贫困贷款 那一家子是怎么好意思在网上控诉她 不给家里生活费的 连运检都让女儿出钱 大学兼职才多钱 我草 这魔穷还生什么生 则 闯祸的儿子偏心的妈 残疾的爹 和家里唯一出息的女儿 这什么励志文女主标配 呜呜 晴天妹妹 真的改命了 我哭死 从注册第一天开始 我一条视频都没有发过 一来不会发生的当事人 才是最完美的当事人 因为她所有的形象 都有网友拼凑出来 她是无暇的完美当事人 二来 我时间很紧迫 赵祖判案 已经尝到了人血的滋味了 依照我前世的经验 她应该离犯罪不远了 弟弟是庞系亲属 按理来说 不会影响我的审核 但我不愿意 我的人生出一丝一毫的纰漏 我必须在他们出事之前 上岸 我埋头备考期间 蒋素娥和赵建军在网上火了 他们尝到了直播带货的红利 又被MCN机构的诱惑 冲昏了头脑 他们哪里听得懂合同 只知道自己签约了 就能赚几百万 几千万 蒋素娥在机构的安排下 一改先前控诉我的模式 只字不提从前 只专注提养玉超熊儿的辛苦 这个蒋素娥大有话说 一盆接一盆苦水往外倒 引起了不少宝妈的共鸣和同情 大家纷纷给他捐款 支持他带货 赵建军陷了非常嫉妒 因为他没有蒋素娥的便利 随着蒋素娥在互联网上的控诉 所有人都在骂他这个隐形的丈夫 万事不管 享尽便宜 蒋素娥诉说着月子苦 说自己生了女儿 又生了儿子的辛苦 把重男轻女的郭清清一推 全让赵建军背上了 宝妈们纷纷用购买代替支持 鼓励蒋素娥勇敢走出女性困境 和赵建军离婚 做独立大女主 赵建军非常窝火 没想到MCN机构找到赵素娥 和赵建军商量 要不你们两个假离婚 趁机再带一波货 到时候你们下半辈子养老生活都不愁了 赵建军怒甩蒋素娥一耳光 质问他 你也是这么想的 蒋素娥现在有钱了 他还真想和赵建军离婚 但他不敢说实话 嘴上说 直播带货来钱多快啊 老师说了 网上的热度来得快过去的也快 我现在能诉的苦都诉了 观众都有些疲劳了 我们假离婚 最后再带一波货 拿了提成 我们下半辈子都不用愁了 赵建军有些心动 但又害怕蒋素娥和他离婚了 以后不和他重婚了 他死活不同意 只同意弄一本假离婚证 让蒋素娥在直播间说他离婚了 MCN机构答应了 蒋素娥有些失望 但也答应了 国考出成绩那天 我因为出色的比试成绩 和研究生毕业 有参加三支一幅的经历 顺利成为面试第二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我大概率要上岸了 得知赵建军和蒋素娥离婚了 我非常意外 因为据我所知 他们因为直播日子过得很不错 赵祖叛被送到专门的机构 矫正了 超雄儿没有治愈的希望 只能试图感化教育 正确引导 赵祖叛喊得撕心裂肺 他隐隐有些癫狂 蒋素娥在外面忙着直播带货 没时间管他 偶尔有时间过来 也是带着很多人 举着摄像机 拍摄下赵祖叛的一举一动 蒋素娥在旁边做慈母 展现自己照顾超雄儿的辛苦 有时候赵祖叛太安静 视频效果不好 赵建军就会对赵祖叛拳脚相加 医生护工出面按住要报复的他 赵祖叛猙獰的喊着 一副要吃人的样子 蒋素娥带着慈母般的光辉出现 在镜头下照顾着赵祖叛 赵祖叛恨得不行 扑上去狠狠咬住蒋素娥脸 他发颠地喊 你刚才为什么不管我 你刚才为什么不管我 蒋素娥生生被咬下一口脸肉 赵祖叛满脸鲜血 看起来非常狂正 直播平台甚至因为这一幕非常血腥 直接进播了 超雄儿 赵祖叛时人魔 一个个热搜词条登顶 最后渐渐汇聚成一条词汇 赵祖叛超雄时人魔 网友 太可怕 网友 基因都淘汰的超雄儿还是打掉的好 富人之人不能有啊 网友 我说的 超雄儿和唐婶儿有一个打一个 医院就应该强制打掉 留下来 祸害社会 祸害家庭 网友 太可怕了吧 好恐怖 这不是赵祖叛第一次吃人了吧 上次好像还咬掉了 他爸一根手指吃瓜的 不保证 网友 真的真的 他爸手指是后接上去的 他妈也好严重 我医院的朋友跟我说了 他妈妈脸上 直接被咬掉了一块肉 现在只能移植屁股后面的脂肪做填充 估计将来也毁容了 蒋素娥一直不算什么美人 但是普通人和毁容的人还是有天壤之别的 原先坚决不肯离婚的赵建军突然坚决要和蒋素娥离婚 还美于其名是为了成就蒋素娥的事业 帮蒋素娥带货 这次轮到蒋素娥害怕了 他不肯离婚 我现在变成这样了 你将来要是不要我了怎么办 赵建军哄他 我怎么可能不要你 你马上就要发大财了 我还怕你不肯跟我重婚 把钱给别人呢 蒋素娥安心了 于是爽快答应和赵建军离婚 蒋素娥还特意拍了一个澄清视频 看离婚证 如假包换的真离婚证 上次还有人说我是假离婚 在我伤口上撒眼 现在相信我真离婚了吧 网上一片唏嘘 连我都没想到事情是这模个发展 就在这时我收到了面试通知 转档上岗的通知 我上岸了 因为忙着转档案 我好几天没有关注网上的事 等去单位报道完 某短视频第一条 超熊妈妈翻车 点进去就有行销号总结 痛心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的父母啊 大家还记得那个抚养超熊宝宝 历大女主人设的蒋素娥吗 今天有人爆料 说蒋素娥夫妻为了炒作 月代儿子在疗养院里 打超熊宝宝 超熊宝宝一激动 病情恶化了 才咬伤了母亲的脸 网友纷纷唏嘘 网友 天啊 我以前只以为他们不爱女儿 重男轻女 我现在才发现 他们谁都不爱 只爱钱 网友 好恐怖 卧槽 这磨垃圾的父母 为什磨不去死 网友 有一说一 这种父母 就算不是超熊儿 也会养出变态倾向吧 网友 我希望法律判刑 判刑 为什磨做父母 不需要考试 不知道是谁 爆出了父母 在疗养院 殴打赵祖判的视频 所有人 包括我都只看过最后一段 赵祖判满嘴血的发疯 我陌生地看着父亲 踹向赵祖判的那一脚 突然迷茫了 我前世被父亲 像按年珠一样 按在地上时 我从来没想过 他也会对他们老赵家的命根 拳脚相加 我憎恨赵建军和蒋素额 但我一直以为 他们的结局会和前世相差无几 所以我从未去报复 只是躲避和远离 我并不想和他们有任何的纠缠 但我没想到 事情会发展成这样 蒋素额翻车不久 MCN机构就趁火打劫 拿出天价合同 向他们索要赔偿 蒋素额愣了 她从来不知道 自己签的合同里还有赔偿 蒋素额第一时间想联系我 又怕我分她的钱 思来想去 委托了一个自称是律师的骗子 蒋素额最后一点钱 也被榨干榨净 她狼狈地带着儿子 回去找赵建军 赵建军不许蒋素额进家门 倒是犹豫了一下 把赵祖盼放进来了 蒋素额哀求赵建军收留 说赵建军总需要各一日三餐给她做饭的 赵建军心动了 蒋素额顶着恐怖的脸 回到原本的家 只是这次 她不再是赵建军的妻子 只是赵建军的保姆 疗养院用镇静剂安抚着赵祖盼 基因缺陷不是任何药物可以治愈的 回到家两个月后 赵祖盼体内的安抚绩效应彻底 退却干净 她已经14岁 拥有着青少年的蛮力和健硕的体魄 高大的身材 远远看去 像个正常人 可认凭谁和她一打照面 都能分辨出来 这人有病 手机互联网已经在乡下很普及了 很多人都刷到了赵祖盼满嘴血的画面 纵然赵祖盼这一世手里 至今还没有任何人命 所有人都在谴责骂她食人魔 赵祖盼在乡下犹如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得多了 她忍不住发泄 再吵我就吃了你 原本只是一句吓唬的话 却被人喂得放大了 乡里村间边起谣言 是非常可怕的 因为我久不回乡 还有任边造 说我就是被赵祖盼吃了 这个消息被有心人传到了网上 我不得已出面回应说 一切安好 努力工作 误念 配图是我参加年会的照片 种种迹象无不显示 我已经考工上岸 拥有新生活 过去那个家里的一切 跟我毫无关系 我甚至有了新名字 叫党新 托赵建军和蒋素额 在互联网上荡小丑的福 我改名改姓之路 虽然历经波折 但也不是太难 整个手续办下来 前后也只花了一个月而已 我的户口也签到了单位 虽然我并不能在法律上 解除和赵建军蒋素额的亲子关系 但是至时至今 确实和他们已经划清了界限 因为前世做聋哑人的经验 这是我熟练地掌握了手语 并且深深明白 每个聋哑人不能开口为自己争辩 为自己求助的痛苦 我在经常奔波于聋哑人之家 帮忙牵线公益机构和单位的窝音工程推进 和聋哑律师一起合作 帮忙为聋哑人做司法科普和司法求助 新春佳节 家乡里传来悲剧 赵祖盼和父亲吵架 不知怎么地动手砸晕了父亲 蒋素额害怕失去唯一的儿子 自己养老的希望 帮助自己儿子埋尸 赵建军突然消失在家里 引起乡里乡亲的怀疑 蒋素额借口称赵建军出去打工去了 但家里的尸臭味很快引起邻居的怀疑 慌不择路之下 蒋素额竟然把赵建军煮了 和前世一样 赵祖盼仿佛被启动了什么基因血脉 突然对人肉产生强烈食用的欲望 然而这一世 他吃的却不是新鲜的尸体 而是已经尝出了蛆虫的 这件事完全超出了蒋素额的认知 和前世的经历不同 蒋素额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 蒋素额这是有了繁华泡沫一般的直播经历 最后还被机构狠狠宰了一刀 他清楚地意识到 这个儿子留不得了 蒋素额选择了报警 他把赵建军之死的所有罪责 全部推到了赵祖盼身上 承认了自己帮忙掩尸 介于他有主动自守情节 蒋素额只被判了十年 而赵祖盼则因杀人已碎 和侮辱尸体 情节恶劣 引起全社会的强烈不适 重判了无期 终身不得减刑 假释 赵祖盼的援助律师在判刑前一天给我打电话 说你弟弟有超雄基因 严格来说精神状态也不太好 如果朝这个方向努力 有可能会被改判 你看我说遵守法律吧 我是个冷血的人 我并不想搭救这个所谓的亲生弟弟 也许他并没有做错失魔 我的怨恨是无缘无故的 但他是既得利益者 是他从始至终 没有参与前世杀我的过程 但他吃我脑花的时候并没有丝毫不适 别说我是他姐姐 就连对一个人脑本能的恶心都没有 赵建军和蒋素额两个恶魔 护着他这个小恶魔 我从来都觉得 既得利益者没有无辜的 蒋素额服刑结束后很快出来了 这时候他已经64岁了 失去丈夫 失去儿子 他终于想起来 他在这个世上还有一个女儿 蒋素额这时才发现 他判刑轻视一件痛苦的事 在监狱里他还有养老指望 出来后他丧失劳动能力 连家里的老房都被占了 他没有住处 没有儿女养老 蒋素额试图去派出所找我 报了赵转递的名字 系统里找到了许多转递 却没有一个是我 蒋素额也说不清我的去向 只知道我大学毕业 还在下乡 别的什么都说不清了 他和我十几年末联系了 听着很可怜 好心人试图帮他找到我这个没良心的女儿 一上网求助 却发现了海量旧新闻 互联网的存档是永恒而崭新的 蒋素额和赵建军昔日控诉我的视频 历历在目 连好心人的笑容都尴尬起来 白白手对蒋素额说 不知道 不清楚 无能为力 在这个茫茫世界 我被这个世界无数不认识的好心人保护住 没有人理会蒋素额要找的转递 他们都在为我祈祷 转递快点跑 跑远一点 再远一点 没有人帮蒋素额联系我 没有任何人来打扰我的新生活 连单位领导平日严肃冷脸 现了 我也笑咪咪的 只是对门口保安说 我们是办公单位 不要让不三不四的人随便进来 保安帽子一扣 吊儿郎当 却说 领导放心 咱们单位没有转递 我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 但我能选择自己的人生 复仇固然痛快 可复仇的代价 如果是在让我陪上自己耳目聪明的一生 我不愿意 我宁愿过好自己的人生 且看 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听 感谢大家收听 感谢大家收听